民眾黨副總統候選吳新穎 當初政見發表會上一句大家都愛喝 Johnny Walker 引發了質疑 日前受訪時他又失言 說Johnny Walker跟沙士巴勒汁 都是我們中國人會喝的 就被桃園市議員黃瓊會發文大聲 我們是臺灣人你才是中國人 儘管爭議一連串播 他積極的到這個基層來掃街拜票 來到高雄的菜市場跟菜籃子拌甘情 就被民眾當面問你是哪位 大家早 大家早安 沿路與民眾握手打招呼 民眾黨副總統候選人吳新穎 南下高雄瑞新市場掃街拜票 但面對記者提問 24號圍停在高雄中央公園的問題 吳新穎 瞬間收起笑容 中央公園圍圍停的事情你怎麼看 我們今天沒有覺得在原來聯邦 不願受訪 單日前他一句 大家愛喝Johnny Walker 引發網路熱烈討論 他跟用唱歌來回應 開口唱歌想接地氣 但一時失智變成一時失眠 而接下來這句話更是引發戰火 說只是半桌喝的東西 不需要打作文章 但開口說我們中國人 卻讓他看不下去 討論市議員黃瓊慧 開票直呼 我們是台灣人 你才是中國人 更質疑吳新穎 國家認同根本有問題 網友也紛紛留言 他真的用心示範 怎麼讓人討厭 恐怕公關部門裝出血了 原本只有客聞者 現在還多了個有錢公主 覺得很奇怪 在座跟我一樣 其實都沒有在喝Johnny Walker 如果吳新穎女士 有到很多勞工所在的地方的話 會像我們高雄一樣 不是保利達比 就是Wisbee 完全不一樣 民進黨猛酸Johnny Walker 根本不是台灣基層會喝的 吳新穎可能沒想到 政見發表會上 依據Johnny Walker 會讓自己再度成為熱搜焦點 記者中文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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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